據聞香港人不想深圳 只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配眼鏡 第二件事就是飲飲食食 第三當然是洗牙 大家都說好划好划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划 近期我們就實差一轉 港人不想必做三件套 我們會去到羅湖商業城配眼鏡 鏡架加鏡片最低80元就有交易 半小時就拿到 連港人最愛的賽斯鏡片 都有3.5-4.5折 我們還會去到Coco Park 吃新加坡菜 如此高貴的環境 人均都是不過200元 最後當然是洗牙 57元的洗牙服務 又信不信得過呢? 不用猜猜了 我是Coco 一起和我北上遊深圳 話說已經很久沒來過羅湖口岸 但是由關口的人流量來看 羅湖依然是最方便香港人北上的關口 為什麼今天要在羅湖上過關呢? 就是因為我順便來這裡配眼鏡 出了關口之後走兩分鐘就到 由關口出來之後往右走 然後走到見到往香港這三個字之後 就往左走 其實經常來到羅湖的話都不用我教了 直接過了這條經典的天橋 一上就是了 是不是超級無敵近呢? 香港人不想配眼鏡都不是一些新鮮的事 但是我自己真的沒試過 順便做一份攻略給媽媽 等她下次自己來配眼鏡 所以這次配眼鏡我會做得比較具體和清晰一點 店舖環境網絡是乾淨的 來之前我也有做過功課 這間店舖在羅湖有三間分店 開業到現在是23年 今年就是第24年 所以我會覺得比較穩陣一點 只有200RNB 鏡框加鏡片80元 鏡框加佔鏡片200元 在門口都聽到宣傳 她還說了英文 事不宜遲了 進去給大家看看環境 我去的時候 門店已經有少少多人 我覺得有香港人就很正常 但沒想過連外國人都有 你看看這兩個外國人都似乎很滿意 1 2 5 1 1 漸進鏡片 賽斯鏡 就經常聽到 那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呢 漸進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老花 近視、遠視都可以解決過 是啊 真正就是你近視散光老花 在一起的 要可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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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電視見老 即是一個鏡片 你看不同角度 它有不同的度數 是啊 就是保護眼睛 對 那會不會看電話時還閉上眼 對 對 光的 好像這個 最便宜的就是 1,180 1,180 3,5 4,8,13 就可以配一副 債司的泛南光鏡片 哦 就是這樣說 債司的電子片 就給你4,5 債司的副情片 就給你3,5 嗯 其實我也有特地找一下這間店有沒有證書 厭光絲的資格證書 以及賽斯的授權證書等等 這裡都很齊全的 我非常之嚴謹地幫大家檢查了一輪 如果配完之後回去覺得眼鏡有問題怎麼辦呢 老闆就說其實可以7天內無理由退換 如果覺得鏡片有任何問題 是可以回來退貨、換貨 有了以上的保證呢 大家配眼鏡其實都會安心一點的 說了那麼久了 其實今天我們來換鏡片 鏡架就不換了 第一步 老闆就會拿回你原本的鏡片 用機器來檢查之前的鏡片度數、狀況 之後會用兩部機器 幫你檢查現在最新的視力狀況 其實一般量度完度數之後 都會減15度左右去配鏡片 目的就是為了你戴眼鏡 就算看得久一點 都不會出現眼花或者眼暈這個狀況 啊 還有還有 在這裡呢 半個小時就可以拿到眼鏡的了 這個也是我為什麼來這間店的原因之一 一會兒才告訴你們為什麼 其實我這次 倒數就沒有升到 只不過是鏡片花了 嗯 真身鏡片了 然後就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那如果拿鏡片要多久? 半個小時就拿到 半個小時就拿到 OK 好好好 剛才不是說這裡為什麼半個小時就可以拿鏡片的 原因就是工廠在另外一間門店 工廠和門店是連成一體的 老玩啊 很好人 還有很自信的帶我們去看工廠 其實下單之後呢 師傅就在這裡呢 立即用機器打磨 所以才可以這麼快呢 有得拿 快快去半個小時搞定眼鏡 就有多點時間呢 可以繼續去喝喝吃吃啊 哇 這麼快半個小時呢 就已經過去了 鏡片已經弄好了 今次我們呢 都是配上漸進片 成為200元 在羅湖口岸的位置 不單止方便 確實又真是便宜正的 第一次不想配眼鏡呢 沒有踩雷啊 喂 回來啦 回來啦 看了這麼久的配眼鏡教程呢 是不是很辛苦呢 別走啊 我帶你一起去Coco Pa 吃新加坡菜 位置呢 是在戲院的隔離 Coco 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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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來吃過幾次了 但我發現呢 每次的客人呢 都不是很多 可能那些馬拉菜呢 或者是新加坡菜 在深圳呢 不是太受歡迎 但是我就很喜歡 首先呢 是因為這間餐廳的環境呢 非常之靚 就是那種靚啊 和西餐廳的那種驅速感呢 有好好的平衡啊 晚上來這裡拍拖呢 都非常之好啊 第一呢 就不怕吃不關西餐 第二環境都很舒服 因為我本身呢 就是一個粵菜位啦 東南亞菜的狂熱者 但是我呢 就喜歡那些環境比較好些的 西餐的環境呢 一般都比較好些 那這一間呢 就完全符合了我的偏好了 你們應該會想呢 這麼好的環境 消費呢 應該就不便宜的了 大錯特錯啊 這間餐廳呢 人均才是200多元人民幣 我在香港都有一間很喜歡的粵菜 叫做南海一號 人均呢 大概是千多元啦 如果想喝點酒的話呢 這裡有紅酒啦 啤酒啦 特飲等等 紅酒呢大概是400元左右一枝 啤酒和特飲呢 大概是30元至40元左右啦 我們呢就點了三個菜 第一個是我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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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的肉骨茶 兩個人的份量呢是99元 搭配油炸鬼一份啦 最正是什麼呢 就是它分了兩個味道 胡椒味的肉骨茶呢 就先喝先的 後面呢還有一個小糊 那那個呢就是藥善味 而煮到後面呢才再喝的 真是太正啦 肉骨茶呢 就是肉骨配合中藥煲成的湯 中藥的成份 包括有黨參 當歸 久忌等等 通常會搭配油條 也就是油炸鬼 甚至是白飯呢 配著吃的 而肉骨茶呢 其實都分了幾個派別 有敏南派啦 有廣東派 有潮汕派 我以前去新加坡喝的每一間呢 都有各自的風味啊 是不是看起來就很好吃呢 餐前呢 這裡還會配兩塊麵包 還有一杯小特條給你 酸酸的 開一下位置 餐包已經烤過了 好脆 好鬆軟 搭配牛油吃呢 很香 可以在吃飯之前點一下肚 好 我覺得基本上呢 好不好吃呢 我的表情就看得出來的了 因為一般來說 我是沒有表情的 這一間的肉骨茶呢 偏向敏南派 香料和醬油的味道呢 是非常之明顯的 肉骨也是非常之不錯 一扯就咬開了 如果是潮傘派的話呢 胡椒味就會更加重些 油炸鬼浸一下湯呢 就可以吸滿了湯汁 再一口吃了它 簡直是沒得撐 不過呢 要小心點熱 無論哪個派別我都很喜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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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刀送来了 螺芹叶茶油鸡 其实鸡很难做到不好吃 但是这个螺芹叶的味道就很特别了 虽然煮到鸡好像咕噜肉一样 但是里面的鸡肉保持得很嫩 蒜头这么多竟然没有抢走螺芹叶的味道 第三道菜是鵝卵石黑松露炒无菌蛋 它就会拿到你面前再炒 用石头的温度慢慢地搅拌一下 蛋液就会熟了 这样的做法炒出来的蛋就会香些 这个就要趁热吃了 马上来试一下 其实它本身黑松露没什么味道 但是它的蛋汁和黑松露的调料 令我的蛋炒完之下吃了咸香味 有个字很好吃 小人说要炒蛋有什么吃 咦怎么炒蛋 神经病 最后我们买单好像是280元左右 便宜过上次炒了一家牛肉 又贵又难吃 下一个行程就是洗牙了 早几天我已经打了电话去预约洗牙 因为洗牙真的很热闹 如果你没有订阅 其实是很难有位置的 今次其实我也是在大众点平 乱找的 而我们今天去这间分店 就是在福田的车工庙 在Coco Park过来其实也很近 不过它有很多分店 不一定要来这间分店 星期六日洗牙就是59元 平日洗牙的话是29元 不过没办法 其实平日应该是没时间来的 嗯对 第一次来吗 对 进去之后 跟那个Reception 讲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等了一会儿 那我们就可以去到房里洗牙了 我觉得这里洗牙的环境 真的非常不错 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房仔 干净有私隐度 而整个洗牙的过程 会有三转的 很多人说洗牙之后 会牙涩和会有一些痛 但是吴师傅体验之后 他就说没什么痛感 不过感吸出那个牙 其实是干净了的 因为洗走一些呜搓骗的东西 整个过程大概是30分钟左右 我觉得最好里面 是没有推销你任何的牙齿服务的 因为我超怕那些黑色 好像去美容院做清洁 其实明明来做清洁的 他还硬是要你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虽然我知道大家都要吃饭 但其实客人真的不喜欢被黑售 好了,今次的港人不祥三件套 大家觉得如何呢? 我自己的体验就不错的 难怪有那么多香港人都喜欢不祥 确实大部分的服务是便宜正 至少今期的三部分,我觉得很开心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让我有动力创作更多的精彩内容给大家看 我是Coco,我们下次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